这是波兰的土地了 波兰火车上会送一瓶免费的矿泉水啊 这样的推车过来的 哦 终于到淡泽了 我们是坐了将近六个小时 就哭了 对 看这个就 我给发飞到哪里了 这个就是淡泽的特牌啊 波兰语叫什么 叫格旦斯克啊 波兰语叫格旦斯克 但是德国人还是称这个地方为淡泽的 你要是跟德国人讲格旦斯克 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的 跟他讲淡泽都知道 你东西都带钱了吧 带钱了 走 我们订了个AMBNB 先去MBNB check in吧 我们在波兰的火车上发现 基本上大家都不戴口罩 太可怕了 虽然我们查了一下 波兰的法律规定 还是公共交通要戴口罩的 刚才叫我旁边那个人戴口罩 他不愿意戴吧 就是说对吧 到后来开到波兰境内 原来我们才是小部分 然后我们就沉没了 对吧 也晒干了沉没 出了火车站就发现有肯德基 我们先可能扛一个肯德基回去 这边的可乐有两杯要自己打的 然后我们买了15个鸡翅 还有两份薯条 再加两杯可乐是大概10欧元 70块钱人民币 不知道可不可以无限续杯 对吧 可以啊 他说的续杯不要吗 他跟你讲可以无限续杯 是吧 我们到民宿楼下了 但这个门头像监狱的门一样 大家看 对吧 像进了 像进了开守所的感觉 好 终于找到定着 大MBMB房间啊 这都是老房子啊 没一层 层高特高的也没有电梯 就定在这个弹子的老城这边 别害怕 灯看一下 这么多房间啊 这是卫生间 这是厨房啊 这是厨房啊 这层高 老房子层高很高的 这是三米五的层高 应该是吧 至少有三米五 这是卧室啊 卧室其实是有点小的 对吧 有点窄的 这里面 我第一次住在我老房子 然后呢 什么感受呢 就是很高很高 然后格局很奇怪是吧 这是客厅是吧 这格局真挺奇怪的 这打开就是老街 一般不会的 打开就是老街 对 我们这外面就是弹子的老街 对面都是弹子老房子 好 晚上在街上 还有年轻人在那里玩火球 波兰年轻人现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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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音这来女性都是用男性的配音来配的 可见波兰的配音演员应该是非常缺乏的 淡泽造成的第一率阳光啊 我感觉街上没什么人 落掉都带隐形啊 都行 不带隐形我想戴墨镜 墨镜一戴谁也不爱 我们准备在这一家吃个早饭啊 走进去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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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早饭大概每一份是五欧元啊 我这个有香肠啊 培根啊 还有煎蛋 然后你这个是两个蛋 水煮蛋是吗 对 再加上一些牛油果油 应该叫 就它里面是硫磺的 硫磺蛋 啊 吃这个是要用刀把它这个黄给切开 对吧 你看它这个左边是波兰旗 右边是乌克兰旗啊 这个命运确实有点像呢 难兄难弟 我们看带着这个狭长的走廊啊 走起来是挺有感觉的 这就是传言中的波兰走廊啊 这是海王喷泉 海神喷泉 什么海王喷泉啊 海神啊 也是这边著名的一个雕像啊 我们看这个就是淡泽的标志啊 这码头啊 有这种以前的船只 然后还有人在这里钓鱼的 还有老哥很多在钓鱼 我们看到前面这个是一个启动机啊 是欧洲现存就是最古老的港口的启动机啊 它可以启动两吨重的货物 我们看到启动机下面啊 内部结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启动机的模型啊 古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到主要是中间那个部分 而下面这个船嘛 船只过来可以把这个货物 通过这个绳索拉起来 吊上去 这条街的琥珀街 就淡泽它也是以这个琥珀著称的 我们到对面去做一个摩天轮啊 也是据说是个打卡的地方 下面写的这个葛蛋斯克的啊 这个牌子啊 就是曾经的担子啊 我们看这个桥会起飞啊 走进去 这不会掉下来吧 不会的 有点泡泡 但我还是很害怕 我很怂 我有一点肯高 哈哈哈哈哈哈 滴滴滴滴滴 你为什么滴滴起来啊 ok ok I'm so excited 它这上面是有一个求助担扭的 害怕的话 I'm so excited 你看 你刚才那么嗨 哎呀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能看到 哎呀妈呀有点害怕 哎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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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点害怕 花钱买这就是我这就是啊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吗 啊军事博物馆啊 我们看前面红红的建筑就是波兰的二战博物馆啊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进来到首先是苏联专区啊 记得金苏狂喜了 希特勒专区了 阿道夫 这是希特勒生日纪念石啊 嗯不准通过 对吧 左边是万字佛啊 右边是苏联的国旗 中门对居了 讲究他们两边应该瓜分波兰嘛 这个是德军贴的公告啊 这就是相当于告 但泽世民书 就说假如说有人来进攻国防军 那么就会遭到射击 假如这个凶手没有被抓到的话 那么这些俘虏战俘也会被射杀 那么假如说这个民众保持安静不反抗的话 那就能让这个战俘活命 世界名画啊 这个是 集中营里的钟 就是靠敲这个钟 然后告知大家集合啊 然后吃饭啊之类的 这上面的德语写的啊 说每当这个钟敲响的时候 就要记得你的业务开始了 就德国当时的运营犹太人啊 还有战俘的火车啊 火车箱 红色波浪啊 这些都从那卡庭森林里挖出来了啊 卡庭森林查的纪念墙啊 有点点复古的感觉啊 嗯 对 嗯 有点东欧的味 对 我们现在去找一家地道的波兰餐馆吃一吃啊 波兰餐馆啊 是不是很有巫师山里边的场景的风格啊 所以说游戏源于生活的 我这时候点的是黑皮加蜂蜜 也是当地特色 我们在这个主观下 可以看到这个黑皮的颜色 对吧 干杯 它加的蜂蜜都有点甜甜的感觉 非常不错的感觉 先上了两盘小菜啊 这个是酸菜和红菜根嘛 我们在菜上来了 挺大盘的 我这个是鱼 然后你这个是烤什么 是鸭子 烤鸭子 烤鸭子 烤鸭 还挺大份的 实在啊 每一份的话大概是10欧元对吗 你那个是吗 好像是 40个波兰比吧 嗯 15个 好开干饭了 这里就有很厉害 然后这里还有个水上公园了 就再往前一点点地方 之前东德人过来 嗯 度假应该就是在这边 他们就是去波罗的海的嘛 哦 那可能就有在这边 对啊 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波兰人 还有什么拉脱维亚 是啊 立陶宛啊 他们那些国家人夏天 度假也是在这边 对 以前社会主义圣营的人 他度假不就在这边吗 嗯 波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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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坡的海 海里都是波罗 海里还有只狗啊 海里还有只狗啊 你这狗狗太贪玩了吧 海里还有只狗了 海里面 太狡狗了 浡起来这个鸟 可以直接在空中接触吃掉 特别厉害 啊 华夫饼来了 波罗旅游 有个好处就是物价 反正你怎么买都贵不到哪里去 这个华夫饼换过来就k� palavras 然后我们中午吃的那一顿 其实就只有29 相当于德国的一半 半晚就很可能吃 半晚时分我们准备去的战桥 我想好了我今年夏天 就要在这里的沙滩上躺起来 白天出来晒点太阳 晚上去吃东西喝酒 我就唱不出来了 刚开始唱歌 五阴不圈 City in the sky 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City of the stars City of the stars City of the stars Are you shining Shining for me Are you shining for me 哎呦 可妈呀求求你了好吗 我需要秋裤吧 妹儿 什么秋裤啊 秋裤就说明你不入中年了 我告诉你 那我为什么少年时候就穿秋裤了 蛤 我少年时候就穿秋裤了 那你从来就没有少年过 想求我成见吗 我成就不认识你大威 我每天睡不着 想你想的都会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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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搞改编吗 这誰都知道 林丁姐的吧 是不是 嗯应该是 嗯 好吧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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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